大家好,我是Moni 的廣東話翻譯 來到第五集,我們就來看看如何把之前已經整好的 HTML Pages 拆開它,再重新組合 令到用戶在 Browser 看到的每一頁 都是由三個獨立 PHP 檔組成的 三個 PHP 的檔案 各自裝著那一頁的頁手 那一頁的內容 和那一頁的頁尾 瀏覽網頁的人是不會看得出 這頁是由三個 PHP 檔組成的 但對於整網頁的我們來說 這方法會令我們省很多時間 起碼不用每一頁都按一次 menu 事不宜遲,讓我們來講一下 PHP Includes 讓我們現在去 Local Host 的 Root Folder 文件夾 即 XM 的 htdocs 文件夾 找回上一集的 My Site Folder 然後我們在空白的地方 Right Click 建立一個新的文件夾 它的名字叫 Views 然後我們按 About Page 然後按 Shift 按最後一頁 去選取四頁 然後拖它進入 Views 的文件夾 然後讓我告訴你 如何用 Command Prompt 開到 Sublime Text 還要開到 working folder 即 My Site 首先我們 CD 去 Root Folder 如果你不知甚麼叫做 CD 你可以參考講 Command Prompt 的影片 上面上面 然後打回 Subl 然後打回 Working Directory 即 My Site 然後按 Enter 我們按下 Views 的 Folder 然後把每一個 Page 由 HTML Extension 改成 PHP 的 Extension 即是由 .html 的 file 改成 .php 的 file 每一個都是這樣改 然後我們要把 Index.php 改成 Home.php 因為遲些我們會做另一頁的 Index.php 而它是負責幫我們 routing 所以我們就叫顯示首頁內容的改一頁 做 Home.php 好了,我們做好內容頁之後 我們就 Right Click 去做一個 Include Folder 這個就用來安裝著頁手 .php 和頁尾 .php 我們就來新增兩個新的 file 你知道吧 一個叫做 Header 記得 Save 做 .php 而另一個叫做 Footer 不用說你也知道了 然後我們就向 About Page 埋手 選取第一至十三行的 HTML Code 這段 Code 裏面包含我們的導響欄 我們的菜單 即是 把它複製然後貼上 Header.php 裏面 然後我們就把 Title Tag 裏面 原本寫 About Page 的內容 改成為這句 PHP 因為我們需要每一頁的 Title 都根據每一頁的內容不同 而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Page Title 的變數 即是淺淺符號 Page Title 搞定之後就 Save 它 搞定這部份 然後我們就來搞一下 Footer.php 我們首先做一個 Div 的 Block Element 上一集有提過的 然後在裏面做一個 H5 的標題 裏面會帶著 Copyright 的內容 OK 弄好頂帽和對墨 我就要弄一下新的 首先去 Home.php 裏面 用這四句代替頭的十三句 去到 Include 了 Header 在這頁裏面 然後就 Save 它 另外那三頁都照版主本 然後我們的變數 Page Title 記得要代入一個適當的內容 About Page 就是 About Page Contact Page 就是 Contact Page Post Page Post Page 就是 Post Page 最後我們就安插我們的 Footer.php 到每一頁裏面 在這個 Ptec 後面加這三項 Save 了它 另外那三頁我們一樣照版主本 就是這樣 我們就成功將一頁 HTML 開成三頁 PHP 但我們的旅程未完結 要經過多兩堂 我們才可以 Preview 到效果 下一個 Video 我們會說 如何在我們的 Site 中 加上 404 和 403 的 Page 在再下一個 Video 我們會說如何 改善我們的 .ht-assets 的 file 去做 Routing 這樣我們才會看到效果 如果你喜歡這個 Video 就按個 Like 如果你想看完我們怎樣用 PHP 很快地做一個簡單的網頁 記得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最好按下小鐘 能夠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的推送 這裡是 Monimatio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